非常感恩魏老师 因为魏老师教了我长生学 我才能走到今天 谢谢感恩魏老师 也感恩在座的各位师兄师姐 因为有你们在一起 让我更有信心 更有力量 然后回去再调整站 帮助更多的有缘众生 让他们离苦得乐 今天魏老师让我来分享 确实海丹师姐她是双胞胎癌子 她的大癌子呢 以前学长生学的时候 没能去学 她在地里去学了 然后机缘 那么这么有缘 应该说是有缘 她儿子今年毕业 那去年我们在 泰安上初中级班的时候 我们就随口说说 她说我儿子要毕业了 要实习了 她说 哎呀 现在找工作 不知道在哪去学 我说你儿子学啥 她说 学营销专业 我开始不知道她学营销专业 我说那你们儿子毕业到我这里来实习吧 那就是谁可说了一下 我也不知道她儿子学啥 对吧 然后机缘 来了 她儿子要找单位实习啊 她不喜欢营销专业 她喜欢做手工 她喜欢很做那个办手 对吧 那个找了好多单位 她儿子都不想去 那海丹师姐就随手说了 她说 哎 我有一个师姐 她说 他们是搞那个手表零件的 那你想学吗 你想去吗 她说你给我打电话 那海丹师姐就给我打电话了 我说那你儿子真的喜欢吗 她说她家里做了好多的手工的 那那那一做几天都在家里面 不出门啊 就在这弄手工 她后来就把照片啊 什么的拍给我看 我说那你儿子喜欢 她不多做战业 也没关系 可以学啊 我们从四十岁开始学电脑 学雕刻 学什么 她有基础 学过画画 现在做到六十岁了 对吧 我说你儿子才二十多岁啊 又回电脑 只要她肯学 肯定能学 后来就这样 去年我们战长培训在 应该是在这里的 因为下雨了 下大雪了 我们战长培训没有举办成功 那那个时候就是 说好海丹师姐 带她儿子来上海来看看 看看是不是能够做这一份 实习工作 那瞧也瞧 那个时候天冷得不得了 下大雪 然后在济南 那个 何师兄他们又招待了 吃了海鲜什么的 到了上海 又换乘车子 那个冷得不得了 他们在南方一直都是 穿的比较薄的衣服 已经买了那个滑雪衫了 但是当时没穿嘛 到了上海 还好 已经肚子不舒服了 然后过了两天到我公司去了以后呢 一天回家 她说脚扭了 脚痛 脚踝痛 脚踝痛 我说那么要么先看看 那个我认识的推拿的师傅 看看行不行 那就去推了 推了以后好 好了 然后好了一天 第二天 不行了 她说早上起来 她说师姐啊 我 她还不能 她说我还不能教你师姐 她说袁老师 她说我今天脚痛得不行啊 我 我 被子都不能掀的啊 这个脚被子都不能碰到一点点 她说痛得实在不行了 那我说今天不去公司了 我说那要么去医院 然后吃了早饭 她说 哎呀 可能是痛风 啊 痛风啊 我痛风那就不去医院了 调 我说下午正好调整站 然后我说这样 我还是叫那个推拿师傅给你看一看 如果确实不是脚扭伤的这种情况 那我们就去调整站 然后中午我们叫了车 去那个推拿师傅那边看了 她说 今天和上次不一样 她说肯定不是那个脚扭伤 她说估计是痛风 然后我们就到调整站去了 第一次调她没啥感觉 也不是马上止痛啊 然后 因为在我公司上班嘛 我公司一个星期两次 星期三星期六又调整 那么就是我们下午调整的时候 就给她调 然后星期天休息 她回到上海 那个上海调整站上午下午 又是两次 两小时 上午一小时 下午一小时 一个星期四小时 调了大概 两个星期都不到的 她就说 哇 这个脚伤出凉风了 这个膝关节 怀关节出凉风了 我说那好啊 有效了吗 开始有效果了 她这个知道痛风了以后嘛 就给她吃痛风的药 对吧 就止痛 先止痛嘛 因为她不能动啊 先止痛 这个止痛呢 是靠这个药物先止痛的 然后她这个 开始出凉风了 然后再调了几次以后 她开始怕冷了 因为她一直在南方 很热的天气 到了我们这个上海 大冷天 又冷 但是我们家因为有地暖嘛 她穿的那个很薄的 那个天冷的这个睡衣睡裤 我说你穿这么薄太冷了 她说不冷啊 不冷啊 一开始一直说不冷 不冷 然后从这个长瞬间调了以后 她是开始怕冷了 我说那就更好了 那把你身上的寒气调出来了以后 你身上就开始会觉得怕冷了 因为这个天冷 你应该这个自然的 应该就是 会那个 一冷就是冷 一热就是热嘛 因为她体内寒凉 全身都是冰冰凉 所以她就觉得热热热热热 她没觉得冷 但是她现在从热开始感觉到冷了 那我说就效果来了 对吧 然后她在调整站的时候 不调整的时候 就帮我们做义工 帮我们拍照 调整的时候她就调整 然后她说 我说那长生学有效吗 有效 那我说要去学习吗 要去学习 哎呀 海淡师姐听到高兴的不得了 她说哎呀 我这个矮子到上海有缘了 她说那时候叫她去学 后来我问她的 我说当时你为什么不去学 她说一方面嘛 是学校正好有任务 也走不开 所以就没去学 另外呢 可能那时候她还没觉得 我年轻这么年轻 我身上没病没痛的 我去学了干什么 对吧 所以当时呢 也是没有学成 那这一次 马上吧 因为本来是说好 七月份她到这里来学 长生学的 因为她那边实习 还有一点我们 去让她学那个 雕刻方面的东西嘛 拖了几天 那就把她排到那个 南宁去学了 七月十七号 她到南宁学好了以后 回上海做义工 哎呀 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还有一个就是 她怎么会 我觉得她 真的是很好了 她要过春节之前 不是要回去了吗 我说 浩家 我说 你在上海 马上回那个南方 很热的 那边都三十多度 我说你现在怕冷 怕冷 穿了两条 两条那个长裤 到那个车上太热了 她说 不行啊 师姐 我很冷 我吓死了 我说来的时候 你穿一条薄薄裤子 都含热热热热热热 现在你穿两条裤子 你还说冷冷冷冷冷 你还不舍得拖 她说没关系 到了那边 路上热的时候 我再找地方 洗手间 再去拖 那这个长生学 她就从十二月份来 对吧 到两月份 两个月 她的变化就这么大 她自己也就深信不疑 我一定要学长生学 学好了和你们一起做义工 帮助更多的人 调理身体 回到过年 过年回家了以后 她说我爸爸妈妈 妈妈是没问题啊 海淡世界肯定是 没有尿酸高的 对吧 她却吃素的 她爸爸 弟弟 爷爷奶奶 全部失调了 去查了那个尿酸 全部比她指标还高 她查出来都要五百多 我说 她说为什么他们都不痛啊 我说 他们在南方啊 他们温暖啊 他们热啊 她这个学业情况 还比较流畅啊 我说你一下子从南方 二十几年在南方 一下子到了我们上海 又是大冷天 对吧 一下子这个学严固了 沉淀了 都在你的小怀上 所以一走动 全变成一粒一粒的砂石 就痛了 她说 她说他们都不痛 回家以后 人饮不吃 那个冰箱里的东西不吃 全部吃常温的水 那个饮料也不吃 那个海淡世界的癌子 真的太蠢了 太蠢了 非常感恩长城学 感恩魏老师 我们也要感恩海淡世界 把长城学从台湾 带到了我们祖国大陆 让我们都深受益处 大家看到我的人都说 哎呀 袁世姐 你这几年变化好大 我说我自己都没感觉 但是我的精神肯定是好很多 从去年我们上海 半半到现在 我几乎一直在忙 因为我们也想调整站 多开一点 让更多的人来体验 体验了以后 那个就能来参加 我们的初级班 这次也非常荣幸 有五十几位 到我们上海调整站报名 参加7月10号的学习班 再次感恩魏老师 把长城学交给我们 一双金手银手 对吧 能帮助更多的人 离苦得乐 小病小痛 我觉得真的是 我本来今天没想到要分享 我本来也想明天 跟我们那位 徐师姐来分享 我陪她一起上来分享的 明天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 现场大家能看到 今天 海丹师姐的孩子 我就分享到这里吧 以后让她自己来分享 她的变化 非常感恩大家 谢谢